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站在磐石上 使我的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 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自辈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骑士 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骑士不可胜所 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烦记和赎罪记 非你所要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 我已成名你的诚实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 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信实 耶和华 求你不要向我指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慈爱和信实常常保佑我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感谢主啊 今天又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天父上帝 我们都感谢你主啊 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也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 主啊 也祈求你完全的 真的是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也愿真的是讲的 听的都同得造就 谢谢天父 我们这样祷告 感恩是奉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其实我们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诗篇 诗篇呢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也有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的那些低谷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诗篇的话语 带领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死因幽谷当中走出来 当然诗篇我们也可以去歌唱 我们用诗歌来唱我们的诗篇 然后很多诗歌像是我们刚才唱的 叫我们抬起头的神 像是如露可没吸水 像诗篇二十三篇 其实我们都是采用诗篇里面的那些经文 来作曲 来写诗歌 让我们可以去敬拜它 可以去赞美它 不过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相比那些书信 相比那些叙述文的时候 诗篇好像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 每一篇诗篇好像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其实上周黄彼得牧师他也跟我们分享了 说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 这十五篇都是上行之诗 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诗篇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十篇四十篇 也是跟上下文 也是跟四篇诗篇 从三十八到四十一也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是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几篇诗篇都是在讲一个诗篇 都是在讲 在祷告 受苦者的祷告 它是在什么 在困境当中 他们所唱的哀歌 诗篇的认罪 诗篇的送赞和诗人的祈求 原来都是在讲同一个诗 在讲困境 在这样困苦环境中 受苦者是怎样在祷告的 那究竟四十篇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之处呢 他祷告 他的祷告他特别在哪里呢 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来看 诗人其实他一开篇他就说 我曾耐心地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我们可以发现 世人曾经耐心地寻求过耶和华 他是在讲一个人祷告寻求耶和华的事情 而且神垂听了世人的呼求 但是我们仔细地看的时候 这个世人他等候耶和华 等候神回应的时候 他是曾耐心地守候 耐心地等候 也说明他其实整个过程 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他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神才能够回应他的祷告 并不是马上 其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神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呢 最起码在我的过往的经历当中 我记得我当时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跟慈云建立关系之前 我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说神啊求你给我预备一个我的另外一半 我不知道在哪里求你预备我 当然并不是我心 我心是很急的 但是神并没有很快就回应我的祷告 但是这些祷告你可以看得到 也不是不能等 也可以等 虽然说我的心很急 但是好像神载是没有应允 我对我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对于诗人来讲 这个过程从呼求到垂听的过程中 是那样的漫长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自己称他所在的环境是什么 是祸坑 是淤泥 我们在讲这样的祸坑 在讲淤泥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们可能住在城市里面 我们没有在那些乡野田间 我们可能不会见到什么大坑 我们不会去有掉到坑里面的机会 我们也不会掉到淤泥里面 沼泽里面这样被陷下去的感觉 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 他们其实是在有很多的野外的序幕 他们有很多的在野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深坑 对淤泥其实有相当的了解 其实他们自己是很明白 这样的一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淤泥 在祸坑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掉在里面 叫天天不隐 叫地地不灵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从这个深坑里面出来 我们在淤泥里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越动 我们越挣扎 只会越陷越深 只能是越来越往下沉 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自己 处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是多么想从这样的一个 环境当中逃离出来 我们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我们身子在往下沉的时候 世人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从他的那些困苦当中走出来 他没有办法 从他的这样的淤泥祸坑这样的一个状态 走出来 但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 把他从祸坑当中 从救出来 把他拉上来 不仅拉上来 还把他立在了那个磐石上 还让他的脚步得到安稳 得到稳当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时候 圣经里面 或这个磐石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在里面更多的象征着 耶和华的一个保护 耶和华与你同在的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 然后在那个脚步的稳当 也是跟那个淤泥 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我们在淤泥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站住 我们只是身体摇摇晃晃 慢慢地下沉 那是神 他不仅拯救世人出来 他还让他的脚步 能够稳稳当当地 能够站立 能够站立在磐石之上 有很稳固 有很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其实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从祸坑到磐石 从淤泥到站立稳当 其实我们发现 神 他是一个翻转一切的神 他把人从这样的一个 从这样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一个环境给翻转过来 让人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 安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让人从一个完全靠自己 没有办法战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能够翻转过来 人做不到 但其实神 他能够帮助我们做到 在世人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世人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被神拯救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他其实体会到 他这样神的一个美好 神拯救他 从他危难中拯救他 他也就愿意去怎么样啊 他就愿意去赞美神 赞美神的属性 他也愿意去颂扬 去见证神 给他在身上的 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作为 原来我们其实发现神 发现这样的一个什么事 我们经历神的时候 我们更多地认识神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去敬拜 更好的去敬拜神 更好的赞美神 更好的去颂扬我们的神 也非常感谢 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敬拜队 他们也真的是 花了很多心思 去帮助我们敬拜 去带领我们的敬拜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敬拜 我们发现 还会起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作用 它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你会发现 从敬拜上来讲是说 有很多人 比看见而惧怕 其实更多是像一个 不是害怕神 而是敬畏神的 这样一个状况 并且转而去依靠神 原来我们敬拜神 有那么大的一个功效 还可以转化人的生命 还可以让人转而去信靠神 去依靠 去转而去 去跟随神 去依靠神 其实我们 去想这样的一个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世人在危难当中 他发出呼求 但他耐心地等候 等候神 真正地去拯救他 去把他从泥坑里面 去救出来 拉出来 并且让他站立 站立以后 你会发现 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过程 既然见证神的一个过程 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个过程 真正的是让我们生命 得到了一个建造 让我们生命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更新 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亲爱的弟兄 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没有过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最起码我是有 这幅画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是在我刚信主的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自己是被这幅画感动到 这幅画是讲的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在梦中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他说他跟上帝 他跟神 两个人一起 两个一起漫步在海边 然后后面跟了一个 跟了两排长长长长长的脚印 原来他突然发现到 这原来是神跟我一起走 一起陪我经历过 这样的一些 所有的事情 这些脚步 就是他们经历过的 这样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再仔细看的时候 他发现 发现怎么样一回事 他发现 有些地方 只有一行脚印 为什么呢 他再仔细看 原来那些东西 那些脚印 是他一个人 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原来那些状态 这是他最悲观 最无助 最陷入苦难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就问神 他说神啊 你不是最公义的吗 你不是最慈爱的吗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为什么让我经历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顾我呢 你让我一个人 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神也没有反驳他 他就跟他说 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知道 我一直在跟你走 那些脚印 其实并不是你在走 是我背在你身上在走 当然说 当然说 我自己听到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事 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就觉得 啊 真的是 你无助的时候 上帝他背着你走 他没有让我们自己走 其实后来发现 其实是 可能是有一点点错误 原来其实神 他并没有 他并不会 让你一个人 去走那些路 我们什么时候 也不会背着你 去走那些路 我们什么时候 是让上帝走 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自己不走过的吗 我们有没有过 我们所有的时间 我们都在走 关键是 有没有神 同在 关键是 神在我们 行走的过程当中 一直陪着我们走 一直陪我们经历过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要 我们要知道 我们经历在患难 我们经历 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控制不了 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从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走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其实神是垂听 我们祷告的神 神不仅垂听 我们的祷告 其实还 跟我们一起go through 一起陪我们走过 这样的一些患难的 一个过程 陪我们一起 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祂把我们 从淤泥里面拯救过来 而且祂真真真真的是 祂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其实我们仔细地去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 神最在乎的是什么 神祂跟我们讲的是说什么 祂无论你去到哪 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我们经历什么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肯定会有我们 好的一面 我们会经历顺境 我们也一定会经历顺境 我们会去到好的地方 我们也有可能会经历 去到那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神给我们那个promise 祂就告诉我们 无论去到哪里 神都与我们同在 这其实是我们跟随神 我们信靠神 所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其实接下来去看 我们前面一到三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诗人在跟谁说话 他大概率是跟别人说话 他是说什么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当中把我救上来 他使我口唱新歌 我们会发现 这是用的一个第三人称 更像是一个诗人 在跟别人 在跟另外一个人 在传扬神 在讲神 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我们接下来去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好像人称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从他已经慢慢地变成了你 我这里只是选了几节经文 其实你会发现 从三节以后 从四节到11节 都是用了你 都是变成了第二人称 所以这样 就不是跟人去介绍神 去见证神了 这更像是一个 跟神什么样的东西 更像是一个 跟神直接对话 更像是一个 跟神在一个祷告 跟他在倾诉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其实世人 他认定他一个什么 他所得到拯救的 这样的一个福分 他的那个福分 他觉得他是来自耶和华 因为什么 因为他依靠耶和华 他很明白 他所得来的这一切的福分 他得救的这样的一些好处 都是归功于依靠耶和华 并且他认定一个什么事情 我不会去理会那些狂傲的人 我也不会理会这些虚假之辈 那什么是狂傲的人 什么是虚假之辈 为什么世人就那么不喜欢他们 为什么就不去理会他们 其实我们看的时候 狂傲的人 他更像是一种 他拒绝神 他否认神的存在 他觉得其实是我们 整个世界 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靠着我们的双手 因为一切都是我们 双手打拼出来的 都是我们自己所得来的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能力 经验 知识 金钱 权利 这些东西 是值得这些人自夸的 所以他是成为一种狂傲的人 那虚假之辈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人 可能神神道道 有时候可能 我们其实他是依靠 以上这些东西的 金钱 权利 知识 能力 这些东西的 但有时候他就觉得 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 好像还是有些 自己不能控制的 OK 那我就去求神 我就去拜偶像 我可能能够弥补 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空虚 我的一些不可靠的地方 觉得不安全的一些地方 但世人很明显地说 这些人都不是我所喜悦的 我不会去理会这样的人 不会去理会这些狂傲的人 虚假的人 他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不会去放在这样的一个身上 其实前几天 前几天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件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 应该是刷遍了朋友圈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科比布拉恩特 就是去世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其实发生到现在还不止一个礼拜 他死的时候 他去世的时候是 因为飞机失事 他自己的直升飞机失事 然后坠落 死的时候才41岁 我们很震惊 这样的一个陪同我们 最起码是 陪我走过了十几二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人 突然地去世 其实我自己是很震撼的 我不是说他是狂妄的人 我不是说他是那些虚黄的人 我只是其实在 我只是在想讲的时候 就是说 人的是多么地脆弱 不经意之间 马上就离我们而去了 其实相比我们自己来讲 是他的钱不够多吗 他超过十亿美金的身家 是他的飞机不够安全吗 他的那架飞机是 在直升机当中 他的安全性是很高很高的 是他的驾驶员不够好吗 是最professional的 还是说他自己的身体 是不够强壮的 他打球的身体 比我们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都是要强壮很多 其实我们看得到时候 这些我们常常 我们拿来自夸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钱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有很好的身体 我们在 拿来自夸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在我们掌控不了的 这些事情面前 这些东西是多么地脆弱 这些东西是多么地 让我们真的是 显得在死亡 这些那么苍白的东西的时候 原本我们认为可靠的东西 是多么地不可靠 其实 神 他创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他给这个世界 他建造了一套规矩 他知道这个世界要按照 他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和一定的一些rules regulations这样来运行 其实我们知道 能力 经验 知识 权力 心情 身体 这些东西 都是值得我们依靠的 都是对我们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 我们旁边呢 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声音 其实在围绕着我们 他们让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精力 把我们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追求这些事情上面 他用在了去追求这些事情 怎么样在各项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上 但是当我们 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的神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去依靠神 你知道神是创造 这一套规矩的人 祂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 我们把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这边 我们反倒不去 追求那个创造的那个源头 都带给了我们 这样的一个源头 当然说 其实我也不是 当然说 我也不是反智 我也不是说 要我们说 OK 我们放下 这世俗所有的一切 我们去跑到一个荒郊野外 我们去 好好地去追求神 我们去 做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 我们去 只去依靠神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下 并不是 而是说 真的是我们依靠神 真的是要在我们 每天的生活当中 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把神摆在首位 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 但是 我们要凡事的时候 把神摆在首位 这因为 祂才是真真真正的 掌管着一切的主 掌管着 这样的所有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当然说我们 当然说我们自己 也不是说 依靠主说 我们也完全 不会去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可能会在患难当中 我们也可能会 也发生意外 我们也可能 会经历各种各样的 不好的事情 但是 像刚才讲的一句话 神 其实是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 找远点 在于我们将要的 去的地方是哪 有没有神 与我们同在 这和没有神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世人 他慢慢地 他数算 他说 你所行的歧视 比你所向我们 怀的意念 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其实 世人数算 神把他从困苦当中 拯救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世界 还有 他关回 神关怀人的 这样的意念 多到数不过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 完全地提出来 但是 他对于神的意念 他其实有相当的 相当的一个体会 相当的一个认识 并且我们从 从这些话语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相当正面的 他在苦难当中 他在患难当中 但我们在患难当中 经常问的一个什么 是什么 我们经常问的是什么 在患难当中 我们会问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我们为什么会有肺炎 为什么 凭什么是我 我们经常在患难当中 我们去问为什么 但是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 真正的是 神的意念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 我们以为神不爱我们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神 我们在怀疑神 究竟他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心思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 经历这些事情 为什么 其实我们 我不记得大家还没有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我们上次分享的 一段 一段 耶利米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以色列人被掳到 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被 他们被巴比伦人欺负 他们被巴比伦人压迫 但是神却要他们 为那些敌人去祷告 为那些 压迫他们的人去祷告 为什么 完全不符合常理 但神其实却说 他的意念 其实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为了让我们 是为了让他们 幕后 其实有指望 原来神的计划是超过 在当时那件事情来 它是一个超过了 七十年的救赎计划 它远远超过了我们 人所能够看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的意念 最终是要拯救 最终是要让 让我们人 从这样的一个患难中 能够出来 更多地去认识到他 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神 能够认识到他 才是那个拯救的神 也让我们在活在 那样的一个苦难当中 活在当下那样 环境当中的人 其实也能够去体会到 原来神 祂是最值得我们信靠的神 也让我们 在活在那些 那些困苦当中的人的时候 也会在 幕后 也会为 也会有一个终极的盼望 知道自己将要去到哪 知道自己的主 是耶和华 是神 我们其实重新回到 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发现 我们在经历 在经历患难 经历呼求 等候拯救 我们站立赞美和见证 这样的一个cycle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真的是 生命一次一次被 更新 一次一次被 被改变 然后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越来越经历的 这样的一个神 我们会越来越的 更多地去信靠神 我们之前信靠神 得到那些好处的 那些经验 让我们也能够 更多地信靠神 你想我们一开始 若不信靠神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会有 这样的一个好的经验 我们也不可能会有 这样的一个 得拯救的过程 我们也更不能 去信靠神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好的循环 和一个坏的 循环的一个差别 我们真的是 在经历这样的 一些困难的 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愿意 把自己摆上 我们愿意去 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所带来的果效 是多么地好 他原来就是一个 一次一次 让我们生命 被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在想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 常常数算 神带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 去凡事 信靠我们的 和话的神 其他世人 继续写得 向神倾诉 他在 他在整个 经历神的过程当中 就越来越认识神 他知道 什么是喜悦 他知道神是 神喜悦什么的 神不喜悦什么 我们其实看的时候 发现 神并不喜悦什么 祭物和礼物 这是世人所发现的 但是我们记得 我们查理未继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去查理未继 他告诉我们 要怎么怎么样的献祭 他要我们 怎么样去捷径自己 他要我们怎么样去 把那些祭物 去献给神 但我们就想 我们就会问了 如果他都不喜欢献祭 他都不喜欢礼物 那为什么还要 花那么大的精力 花那么大的篇幅 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献祭 告诉我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那神到底喜欢献祭 还是不喜欢 但我们发现在 诺亚方舟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诺亚 从那样的一个洪水当中 从方舟当中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给神献上了祭 而这个星象的祭 一到神那里的时候 神就悦纳 神悦纳以后 他就怎么样 他就和挪亚立约 就不再降这个在乎 不再诅咒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就发现星象的祭 神是悦纳的 对不对 星象的祭 其实神是悦纳的 但其实立位祭 那立位祭 到底在讲一个什么 他到底在讲 那些献祭的细节 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 原来其实神 也是在教导 教导那些 教导那些以色列人 献祭 其实也是在 让他们 学会这样的一个 顺服的 这样的一个功课 学会这样的一个 顺从神的 这样的一个功课 我们看到 撒末尔记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撒末尔记跟 撒末尔先知 跟 跟扫罗王 跟他讲的时候 他跟他讲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 胜于羔羊 胜于公牛的 这样的一个知友 发现原来 其实神并不是 不喜欢献祭 不喜欢祭物 而是说 他更希望人 能够去顺服神 他更希望人 能够去顺服他的心 我们其实 仔细在看得到时候 顺服 那不就是 听神的话吗 不就是跟随 跟随神的脚步 听他所带来的 一切话吗 然后这边其实 世人他其实 也是讲到说 你已经开通了 我的耳朵 他希望 他告诉神 就是说 OK神 你已经开通了 我的耳朵 我是愿意 听你的话 我是愿意顺服你 我是愿意 去跟随你 我愿意去跟随你的 其实我们看 神真正不喜欢的是什么 并不是不祭物 而是说 那些仅仅是 停留在表面的那些 宗教的一些仪式 宗教的一些献祭 他比较喜欢 他比较 他比较喜爱 这些内在的一些东西 我们本身对他 顺服他的行动 依靠他的行动 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 周天崇拜的时候 其实也是对神的 一个献祭 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 来到礼拜堂 我们来崇拜他的时候 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崇拜他是干嘛 是我们自己得满足吗 是为了让我们自己 在这个整个崇拜的过程 我们自己很爽吗 其实并不是 我们的崇拜 也是一个献祭的过程 我们崇拜的过程 也是一个 要神蒙悦纳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的崇拜 如果我们有去用心的话 我们只是 仅仅是一些表面的敬拜 表面的祷告 只是所有东西 都是一些表面的话 那你觉得我们的崇拜 神会悦纳吗 神他已经开通了 我们的耳朵 他也希望我们 用耳朵去聆听他的话 并且顺服他 并且我们顺服他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能够在生活当中 能够去活出 耶稣的样式 能够在 所行出来的道路上 所行出来 所做的一切上 去讨神的 这样的一个喜悦 这个才是 我们真正的 要去顺服的神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其实要去 讨神喜悦的地方 接下去 其实识人继续说 他是说 他说 那时 那时我说 看哪 我来了 我的事情 已经在经券上 记载了 那是不是诗人的事情 已经在诗篇上 已经在圣经里面 记载了 他其实理解 是有一点点奇异 他比较好的理解 就会像是那种 你看哪 我来了 就像照着 经券上所记载的 我来到你的面前 更像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理解 其实诗人 他怎么样啊 他正确明白了神的话 他乐意 照着神的旨意 去行 去顺服神 他也 真真正正的 把神的律法 藏在自己的心里 他明白神的话 他去理解神的话 他就把神的话 放在心里 并且 去顺服他 去依靠他 我只在想 我们愿不愿意 依靠神的话 我们愿不愿意 去顺服神的旨意而行 我们愿不愿意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 但是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愿意去行神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明白 我们先去理解 我们先要去正确地 理解神的话 世人 其实 在对于世人来讲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他 把他的律法 藏在心里 然后 再去遵照神的 这样的一个旨意去行 很明显错误的理解 会导致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 最近 我们还是应该 会在朋友圈 也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一些 一些经文 我们 这段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我们觉得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灾情 疫情 可能是从 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 我们 是因为我们 吃了神 让我们不该吃的 那些东西 是不是 这是不是神的律法 其实 当我们想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性地 把一些东西 当成了神的律法 我们选择性地 把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神的律法 他要我们行歌礼 神的子喵 就是行歌礼 你要不要去行 其实并不是说 我并不是说 之前立位记者 所说的话 是错误的 我们的确不应该 去吃那些东西 我们吃的原因 我们不吃的原因 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神的律法 我们信主以后 是什么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做 但是不是所有的 都容身一人 是不是 这是因为 吃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会 产生很多的细菌 产生很多的传染病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一些很多的社会后果 我们才不去吃这个东西 更多的是 因为一种行为上的 更多的是一种 因为它没有容身一人 它没有办法 让人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不去行 并不是因为律法的原因 所以说 其实有时候 我们觉得 去理解 正确地理解 神的话语 才有更可能 去遵行神的 这样的一个旨意 去明白 去顺服神 去遵行神的话语 当然是说 世人在这里 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要去外面 去宣扬神的公义 去宣扬神的那样的一个福音 他去宣扬神的作为 他的诚实 他的慈爱 他希望 我们在会中当中 去做 给他去做见证 他希望 我们能够把他的 所作所为 怕他的信实 怕他值得信靠的 这样的一些属性 都去讲出来 其实我也并不说 让大家 OK 我们去读神学 我们把自己装备好了 我们再跟人去传福音 我们再去跟人家讲 神是怎样的神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还是要大胆 去跟人家去讲 即使讲错了 也可能没有关系 因为神的旨意 神有美好的旨意 在这个当中 但其实 我所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如果更好地 去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更清楚地认识 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好地 把神的这样的一个 样式 更好地把 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 把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神的作为 能够更好地传达到 那些没有信的人的当中去 让我们可以 去更好地去见证神 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 对旁边的人 对以信的人 对没有信的人 对以神的国 都是有很好的 都是有更好的好处 所以说 我们其实要去遵行神 我们也更要去认识神的话 其实接下去 我们再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前面好像都是在 送赞耶和华的作为 赞扬他的一些作为 赞扬他曾经做了 什么样的一些好事 让我得到一些 什么样的益处 怎么样从淤泥里面起来 怎么样站在磐石上 我们一定会以为 他可能是刚刚 是正处在一个 跟神的一个蜜月期当中 但是我们这样 突然话风一转 他马上又开始了 寻求神 他好像他自己是在一个 他自己 说自己因无数的祸患 围困着我 这个祸患 让他没有办法抬头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原来我们 仔细回去看到 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曾经等候耶和华 原来 诗人发出整个 送赞的这样过程 是他处于 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 是处于他困境当中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想 当我们处于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患当中 我们做的 我们是不是在送赞神 还是说 我们一直在向神抱怨 我们在向神祈求 其实并没有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很难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很难去赞美神 但是对于诗人来讲 他自己怎么样 他再一次地陷入了 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 他再一次地向神去呼求 但是 我们又回到这里 但过去 他信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过去 他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神让他 从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祸患当中去拯救出来 让他重新能够去站立 也让他自己的生命 得到更多的一个更新 更主要是 让自己跟神建立一个 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更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让他真的是能够在 一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祸患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 他能够去赞美神 他能够去信靠神 让他能够去见证神 让他去依靠 去顺服神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信靠神 和顺服神 诗人再一次讲 他说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 我们之前也刚才 已经讲过了 神真的是可能会担言 当诗人 他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困苦当中 他并不是说 他不想 这些事情快点地结束 他并不是不想 神赶快地搭救他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神能够快点 能够把我们能够拯救出来 但是 真的不是马上 真的不一定是马上 当我们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可能神的祷告 神应用我们的祷告 可能会晚 可能会担言 甚至有可能不会 应允 但神教我们什么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横切地祷告 当我们自己怀疑 当我们自己去 当我们自己去怀疑 祷告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我们想着说 我们自己一直想着 祷告是神应用我们祷告 神让我们 神让那些 我们所祷告的内容实现 神让我们 能够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那其实 我们会不会想 我们祷告的焦点 是不是错误了呢 我们究竟是为什么祷告 是真正地得到应允吗 还是说真正地是 祷告是能够完完全全地 把自己交托给神 能够把这件事情宣布 神是掌管这件事的神 而不是自己 祷告真的是 把自己完完全全 交透给神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说这个结果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真正地明白 我们祷告是把所有东西 都交给神的时候 我们可能 在这样 神应用祷告的单言当中 或者是在神 没有应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去明白 我们是依靠神的 我们是跟随神 是顺服神的 而不是因为神 不爱我们 而不是因为神 而不回应我们的祷告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经文 其实我自己也是 非常地沉重 但是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生命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 像云雾一样 我们抓不住 我们控制不了 并有可能 时不时 在我们不经意当中 我们就不见了 我们尝试着去主宰 我们的生活 我们尝试着控制 我们生活中 我们能把控的一切 但我们其实是会发现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 没有办法能够 自己控制得了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还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 预料得到的事情 存在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去为香港祷告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东西和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们不知道 以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看来 它没有办法解决得了 我们为我们山火祷告 我们为我们 这样的刚刚经历的 武汉肺炎在祷告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每天都被这些事情影响着 刚才所谈的那些事 其实都息息相关 都跟我们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 我们都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并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可能会紧张 我们会焦虑难受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 复杂的情绪 我们并不痛快 让我们好像就是在 陷入这样的一个 困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 神祂跟我们讲什么 有无数的祸患 围困着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不能昂首 不能抬头的时候 但是耶和华是那个 顾念我们的神 祂仍然顾念我们 并不是说我们在 在困苦当中 祂就不再顾念我们 祂还顾念我们 祂还答应 还大救我们 因为祂真真真真地 是让我们 这样一个抬起头的神 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天父上帝 我们都感谢你 主啊 你真的是 信实的神 你真的是 回应我们祷告的神 主啊 我们也真的是 是值得用我们一生来信靠 来跟随 来顺服你 主啊 祈求你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真的是在 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更多地去知道 去 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是我们需要去信靠顺服的主 主啊 也祈求你 继续地恩待我们 主啊 感谢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了 今天我们的那个 可能话题会有些沉重 但是我们知道 神是掌控我们人生的主 也是让我们 真的是从困难当中 让我们抬起头来的主 我们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来一起来敬拜祂 因为祂是让我们 抬起头的神 感谢主